那這個黑松露跟白飯 它可以很融合的混合 松露醬和白飯攪拌均援 濃濃的松露香氣扑鼻而來 來自米其林綠新餐廳的純速餐點 將首次搬上台灣航空 那也希望是說在飛機上 它打開的時候 那個松露的味道的香氣 都可以一直保留 所以在這次的設計 就是替空鼠這邊有做一個很大的改變 那飛機上的附熱 那能夠提供給賓客一個很好的味道 那其實我們雙方都嚼盡了腦汁 松露炊飯製成梅花形狀 一旁純速魚排搭上法式戒子醬 還沒入口就已經大飽眼福 近期台灣在松榜防疫限制 從12月1號起口罩放寬 10號開始入境人數上限解除 航空公司因應顧客需求持續增搬 更在飛機餐下功夫 找來米其林綠新餐廳合作 提高美食服務 台灣的這個素食人口大概有14個percent 就是真正的是很嚴格的素食 那飯素食的人口可能就不止了 大概有二三四十percent之多 那也看得到國際的一個趨勢 對於低碳飲食文化的推動 在國際觀光復蘇食客 航空公司搭上了國際低碳趨勢 推出精緻純速餐點 讓素食客群選擇更多樣 新唐人野太電視 陳惠摩 曾欣敏 臺灣 臺北報導 同時也可以感受到更加多元 同時也可以感受到更加多元